翻开洗钱防治法 洗钱有三大定义 第一条是故意掩饰特定犯罪所得来源 或使他人移转这类黑钱 第二就是隐匿或掩饰特定犯罪所得的来源 去向或处分权的 第三就是拿黑钱去爽爽花咯 收售或使用他人特定犯罪所得 都是洗钱行为 金融机构为客户移转资金 不乏所得流入再转出 甚至是跨国流动 外界很难追查资金来源 就会被认为是协助洗钱 其实银行收到合法汇入的资金 通常不会怀疑它就是黑钱 赵丰宁纽约分行就踩到雷了 美国反洗钱的标准严格 因此重诚赵丰宁 起因是委内瑞拉境内的客户 透过赵丰宁纽约分行中转资金 把资金汇入到早就关账 没在使用的账户内 这不合常理啊 而纽约分行也轻忽了这件事 为主动通报美国金融服务署 因此被重罚1.8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57亿元之多